大家好 那么也门胡塞武装宣布 击毁了一架中国的彩虹寺无人机 那这个是中国无人机在中东战场又一个证实 中国的无人机参与了中东的这个 战争 那这个无人机其实大家都知道是 整个现在目前来说中国参与到海外 军事行动的一个主力 这个从照片上可以看 这个彩虹寺 是被这个 专业的导弹击落的 那所以说中国的无人机在这方面应该是有 有待提升了 胡塞武装大家都知道是个民间武装 他也有专业装备可以击毁中国的彩虹寺 彩虹寺应该我觉得这个是 沙特政府军采购的或者是阿联酋政府 政府采购一批彩虹寺 在中东现在彩虹寺主要是集中在这两个国家 我简单说一下彩虹寺 它是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下属的叫航天彩虹无人机有限公司 在彩虹三基础上研发的叫 中程查打 一体无人机 他由一个地面站 三架无人机 构成一个相关的作战任务 那该机呢 可以巡航高度达到7000米最大航程3500公里 巡航时间达到35个小时 是2010年开始研制 2011年9月完成首飞 12年11月 在这个第九届中国国际航空航天博览会上进行的 首次展示 目前啊出口道是阿尔及利亚埃及沙特阿拉伯约旦阿联酋伊拉克和卡塔尔 所以我认为这架被击毁的应该是沙特阿拉伯的彩虹寺 那彩虹寺呢我简单说一下他的这个武器啊 还有这个动力系统吧 动力系统呢他使用的是 奥地利的 涡轮增压 汽油活塞反动机 那武器系统呢 采用的是4个武器挂架可以挂4枚总重是250到350公斤的导弹或炸弹 应急情况下可以通过减少载油量使用复合挂架方式挂载6枚导弹 那机翼外侧挂架挂载能力是75公斤内侧挂点是120公斤 彩虹4号可以挂载重量是45公斤的AR-1反坦克导弹 那该弹的采取激光半主动制造模式主要用来打坦克装甲车地面目标 最外侧挂两个 100公斤重的这个 飞腾FT5小 小直径的精确制导的导弹 那用来轰炸地面的桥梁建筑物等固定目标 或是杀伤有生力量 杀伤半径 20米到30米 另外它还有机载设备 包括光电监控系统 合成孔电雷达 球形光电传感器位于机头 起落架的后 后边呢 还有 叫 昼夜广电侦察 电视摄像 激光测距 激光定位和指示打击等功能 激光指示作用距离是15公里 所以你可以看这个 彩虹4它的这个性能其实在当时来看是很先进的 现在看已经过时了 刚才给你讲的这些 这些功能啊现在 对于反无人机啊 其实是很 有反无人机的这个能力的这个国家这些装备其实已经无效了 那彩虹4的性能高于美国捕食者 捕食者A 就是MQ1 在武器方面彩虹4 前一下挂载了空对地导弹和炸弹 所以呢 彩虹4可以看 它其实属于 也是属于 就是 应该是该淘汰的一个产品啊 彩虹4 在中国来看 现阶段 在无人机这块应该是一个接近淘汰 十几年了 装备中国应该也十几年 所以从这次被击落也可以看 出口到中东的这些无人机呀 都不是中国最先进的 那最先进的应该都不出口 或者少量出口 所以这架彩虹4被击落啊 这是昨天野门方面的消息 说明了 是 是 感谢观看